自从花点点外展之后古战神都不灵了,之前小白天还是听古古奶爸的吧,现在古爹未窝头也不好使了,而且在白天公主这里奶爸还双手插兜,傲娇公主更加不吃了。 自打从古古退休,花点点外展,被端午一枝花拿捏后,古爹也成了跌落神坛的男人。北洞的乌鸦,好像都挺嚣张啊,怎么老是喜欢去捉大熊猫呢? 听经常去北洞的网友说,是为了搭鸟窝,有个姐妹没几进去看萌兰,就站附近的鸟窝旁边,还捡到了熊猫的毛,有黑的有白的呢。 徐老爷还喊萌二,拍他,之前还跟他亲闺女萌萌说,骂他呢,而且萌萌还听懂了,对着乌鸦狗叫过。 萌家的男孩子,脾气都太好了,真的是该拍拍,该吼吼,天天时不时的来薅毛,确实挺烦熊的。 这是之前,萌玉睡觉时,被薅毛,吵到小玉叫都睡不好,最后萌玉真的生气了,叫都不睡了,起来赶乌鸦,真烦熊。 阳光开朗大男孩萌兰,又跟奶爸玩游戏了,这个丰戎玩具真不错,饲养员和熊猫,互动起来多好玩呀。 萌兰真的玩得很开心呢。 开始只有帅奶爸跟萌兰玩,后面李奶爸也来了,萌兰这么可爱,当然谁都会稀罕他呢。 萌兰M枝